好,收到这台机台的时候,然后机台定位到了固定的位置之后,然后我们配了一根气管,气管层这边插入上去,然后这边接头接到客户的气园位置,我们配的这根管大概三米条左右,三米条,好,打开气园,然后之后电,电源就是刚刚给你拍的那个插头,那个插头现在是我们的临时插头,直接插电, 然后到时候那个插头直接插客户的排插,好,那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让机台通气,这边手拉滑,好,拉一下,拉一下让机台通气,通气之后,然后要整个机台通电,然后打开机器的操作面板上面的电源开关,好,电源开关现在显示了,跳到了操作面板的那个手页,这个时候, 这边有一个启动按钮,绿色的,这个操作面板上面也有,也有一个启动按钮,啊,任何一个都可以,让机台启动。 好,这个时候,这个时候,我们现在的启动量比较少,所以启动呢,这个钢子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过程,有个等待,如果客户的启动多的时候,是不需要等待这么长的时间的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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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鸡蛋 鞋子 鸡蛋 我可以用油 可以用油 油 用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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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вот 就是 就是 跟 好的 是 反正 是 是 是